驚險畫面要帶您直擊 台中市有一名工人在20多樓的高空當中 進行大樓外牆玻璃更換 剛聽一次測風太強 導致了整個吊瓜設備 超過60公尺的高度當中 是旋轉擺動 看起來非常的危險 這恐怖的畫面 民眾看到之後立刻拍下來 並且呢是上傳到網路上 不少網友都驚呼 真的是險象緩生 一名工人搭乘吊籠 來到高空進行作業 沒想要去碰上強勁的測風 整個吊瓜設備 不斷在20層樓高的地方 旋轉擺盪超恐怖 這個太危險了吧 這個應該會摔死吧 這麼危險的情況下 就不應該做這個行動 應該要等安全一點再做 附近居民直擊著驚險的畫面 驚呼真的好危險 台中市西區這棟外牆 有許多造型玻璃的住宅大樓 被拍到施工人員 被強風吹到無法作業 索性沒有發生意外 因為它那個離我們很遠 它要換玻璃 應該一般人都沒有辦法吧 因為它一直在旋轉 是蠻危險的 它其實應該可以經過住戶允許 直接在那個樓層換吧 目擊民眾將畫面 分享到網路社群 還寫上整天的 表示這樣的危險情況持續中 就有網友留言 比直升機吊掛恐怖 那名工人到隔天 可能還會因為腳軟無法上工 還有人戲稱一樣是做工 這個比較好玩 堪稱是最新的遊樂設施 但最後可能要請空軍來救援 所謂的大風是指每秒十公尺的 這樣的一個風力下 要停止作業 目前市府主動前往了解 除了要確認工人是否 以規定配戴安全帽和安全帶 吊籠是否恆乎安全裝置 當時的風速有沒有超標 如有違規 最高可處三十萬元罰還 這是王東山 聽眾報導